请收看翠律法师冯雪讲座 每个礼拜他有一个希望 他有一个寄托 而你每次都不背的话 你所懂得的 为什么 一般的 这个念下来啊 一年念下来 远比啊 BCW 那些来得到利益的大 因为他一定要严格的训练 而真正的大赢家是你们 一年两年三年念下来 大赢家是你们 而不是别人 所以你们 不要为了一个考试而那么烦恼 程度跟不上人家的 就不可以来A班 就不可以来A班 那么师父做师父 也可以不严格啊 可以对你们很慈悲啊 但是你来这里 我对你不严格 根本不是慈悲 是害了你们啊 对不对 是害了你们嘛 因为你们来这里 你不用工 你搞什么呢 你要做什么 我们花了一亿五千万的资金 干了这个文殊讲堂 就是要为佛教做事情 那你发一个大心 要来这研读 为了一个考试 烦烦恼恼的 苦得不得了 那那些高僧大德 都背诵这个 嫩言经六万多个字 嫩言经 从头背诵到尾 那像我们清晰广化法师 那个比丘界 那个要背二十三分钟 到二十八分钟 那从头要背到尾的 那你怎么办呢 那里面再考这个十条 两百多个字 那怎么成就一个高僧大德呢 小僧无德都不可能 对不对 背书的好处 它可以进入三面 将来一年两年以后 你们这个内在里面 就会充满着这种 这种智慧 在讲话 在度众生 就是出口就成章 不是肮脏的章 出口就成章 你现在你不被你麻烦 你要年纪轻的时候 赶快用 所以同学们 你们都不了解 这个背书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当初去 李炳的老祭司那边 你学佛的时候 那不必叫你背 不必叫你讲很多 你就是背书 你就是背书 你不要问 三年以后你就知道 那三年啊 你要出家不出家 都不得了 都不得了 为什么不得了 这才是根本啊 因为已经保学多文了 那就不得了了 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到你的 没有一件事情难得到你的 知道吧 所以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根 现在是砸根的时候 不能再说 刚刚进入根的时候 那你就打退堂鼓 而且我不考试 不敢考 为了这个我心脏病起来 我很久没有念书了 不可以的 刚刚那个念小学的 其实希望你不要冒犯 我们文书讲坛 我们已经告诉过诸位了 通告 那就是国中以上的程度 那么现在已经饱满了 必须要高中程度以上 你才来 希望你不要违反我 文书讲坛的戒规 你念小学冒犯了 我这里啊 不可以的 好吧 我这次尊重你 那么下次希望 你念小学冒犯一定没有办法的 一定没有办法的 除了你念 在大陆里面念那个 私属的小学 那个绝对有办法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啊 没有办法 是吧 那么希望啊 大家要好好的用功 因为这个啊 是我们生死的根本 我今天呢 我对你们越远 就是对你们越慈悲 我也可以放得很善啊 对不对 善善的啊 我对你很好 很慈悲 都不管你们啊 靠靠靠靠 都不管你们 那不是慈悲 这个是害死你们 害死你们 哎 所以你们一定要接受 我的指导 而且必须要绝对的服从 不能有意义 不可以有意义 当你三年以后 你就会跪在我会立法师的面前 哎哎 法师真是大智慧的人 就是知道这样子摘陪我们 我一生一世会感谢会老 会立老法师 因为这个路是我走过来的 我知道怎么样磨练学生 我知道怎么样磨练学生 你以为我这个智慧是 随随便便开的吗 你以为我这个智慧是 随随便便开 两本书就开大智慧吗 有这样简单吗 还都是一样要背 对不对 然后再慢慢的去体悟 慢慢的去体悟